这里是好吃看了见 好吃就会做的卖书频道 大家好 我是卖书 今天又到了我们微醺美食的环节 这次我们就搞一个意大利美食 和威士忌调酒的套餐 然后搭配一个埃及色调主题 埃及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 幻想着在金字塔下面录个影 偶遇一个中东美女 即使没有美女 偶遇一个木乃伊 其实也蛮刺激的对吧 但是呢 现在不要说埃及 就算去个安及 也要做核酸 哎 惨哪 就算是箱子 就算是箱子 说配的 就算是箱子 这个箱子 还会做的 这些箱子 这里真的有个小型 我正在箱子里面 就算是箱子里面 就算是箱子里面 我们也拿一箱子里面 这次我们做的是意大利蘑菇知识饭团 我叫它Nagotswego 这次还是有点不一样 首先我们来缩哈一下材料 我们把米多淘几遍 多洗几遍是为了去掉米表面的淀粉质 为了防止后面做饭团太过粘连 我们把白洋葱切碎 蘑菇也切碎 这里你喜欢其他蘑菇的话 完全可以换成你喜欢的 但金针菇就算了 你们懂的 接下来拍五颗蒜 嗯 刀没断嘛 不科学啊 不管了 继续将大蒜切成小颗粒 把紫洋葱切成碎丁 这里的肉泥我们完全可以买现成的 但我觉得大颗粒的碎肉口感才好 其次呢 选五花肉的原因呢 是吃肥肉多 这样才香 就像我们平时吃的肉粽 有肥肉的才好吃嘛 材料准备妥当 我们开火 中大火热锅 加入黄油 融化后呢 将白洋葱放入爆香 然后加入蘑菇碎 不停翻炒 直至蘑菇软化 加入切好的大蒜碎 翻炒几下 倒入白葡萄酒 就这么刺的一声 食材的灵气就这么出来了 这时可以加入意大利米了 倒入锅中 开始翻炒 炒到较干的时候 加入300毫升牛奶 调制中小火 然后就是米饭干了 就加水 不停的翻炒 否则锅底就会焦掉 差不多20分钟到25分钟后 当米饭快干的时候 加入盐 白胡椒 最后撒一点芝士 翻炒几下 就可以放一边 两颗白锅 彻底的凉凉 接下来我们准备馅料 换个锅 加入橄榄油 将紫洋葱爆香 然后放入我们的五花肉碎 炒至半熟后 加入番茄酱 分量看自己喜好 然后翻炒均匀后 开始调味 盐啊糖啊 各加一点 喜欢甜的 多加一点糖 你看看 这就是用五花肉的好处 看这个汤汁 不要和我说 这个可能不健康 只要你是正常人 喜欢美食 就听自己的身体吧 不要胡吃海喝就行 我们就不要矫情了 好了 到了最后的拼装环节 我们来搓饭团 手法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包裹元宵 应该都会 中间挖个深坑 将番茄肉酱填入坑中 再加入一小份芝士 不一样的来了 按照原版应该是帕马森芝士 这里我们分别做了 车达知识款 帕马森知识款 和马苏里达知识款 看看最后味道有什么不同 包好了饭团 让饭团滚过面粉 蛋黄 面包糠 瞬间还有点丑丑的饭团 现在的颜值 应该可以去8600系游记里面 冒充一下宝贝了吧 油温150度起步 加入黄金饭团 中火 油温慢慢让它升高 但不要超过180度 当饭团变成深虎破色 就可以捞出 一干表面的油分 让它稍微冷却一下 趁饭团冷却的时间 我们很快的调出一杯 晶莹剔透的蓝宝石鸡尾酒 材料很简单 威士忌60毫升 均度橙微粒胶酒15毫升 蓝色柑橘粒胶酒5-10毫升 柠檬汁15毫升 我们将上述的材料 一起all in在shake杯中 加入半杯冰块 使劲咬 咬到你手酸 到了真正体现你本事的时候了 差不多两分钟 听到shake杯中 冰块碰撞声略响 就可以倒出酒了 看看这个颜色 和饭团搭配 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 或者是权杖上的一颗绿宝石 妥妥的埃及配色即时感 看着都觉得凉快 绝对大内景 一口冰凉的液体宝石 顺着一口冰凉的液体宝石 跟着嘴巴流进胸口 甜味留在舌尖 而威士忌淡淡的辛辣 从鼻腔中慢慢的舒缓出来 太爽了 一口酒 然后一大口饭团 饭团本身就带着浓浓的芝士味和蘑菇的鲜咸味 混合内心酸甜的肉酱 这种融合的感觉 就像你打开你爱喝的饮料 发现瓶盖里印着再来一瓶 好味道层层递进 作为休闲的夜宵 美味恰到好处 而三款不同的芝士 我个人觉得 彻达芝士还是最好吃的 好了 学会了 去试试吧 多做几个 放冰箱 吃几个 炸几个 不想调酒的话 直接上点精量 或者拉格啤酒 也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 但和它一起吃的话 这种宝石般迷离的鸡尾酒 是很容易上头的哦 你懂的 这次就这样吧 我是外叔 我们回见